埔里呢 它是一個山層 它在 中二山脈下面的一個小山層 所以這邊的地理環境條件 山區的話它 我們說埔里有四的W 第一個就是 水 埔里因為有很好的水 所以埔里就會有 很好的酒 埔里有一個埔里酒場 做了全台灣最有名的造型酒 所以有水 有酒 然後還有一個 會出有很好的天氣 有好的氣候 這邊一般的話 颱風都不會對這邊有任何的影響 然後還有第四個W是什麼 有很好的水 有很好的酒 有很好的氣候 所以就會有很好的女人 那我們希望客人從 到時尚清潔 在 停車場下車之後 我們就開始再算 多久的時間 客人會把這個陌生感 拋棄掉 所以我們不會直接 就是 你是 某某客人 然後你住的是哪一個房間 就帶他到房間 我們一般的話 會在庭園區啊 或是像這個 餐區這邊 逛一逛 聊一聊 先喝喝茶 所以 進去房間的時間 是最後的動作 但客人的話 他可能會 陌生感這樣子一點 他也比較自在一點 反正客人來都是抱著 度假的心情 所以他會很愉快 所以我們就希望說 給客人一些 環境的熟視之後 讓他可以 很自在地在這裡活動 像我們每次接到一個 新的客人來的時候 這組客人如果 不是跟我 訂房 我們 在其他地方相遇了 可能我們 互相不認識 因為我們 在路上碰到很多陌生人啊 我們不會很特別的感覺 可是他在原住宿之後 他會跟你變成好朋友 這種感覺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你不斷不斷的 一直認識很多 既的朋友 當然我們也希望說 能夠在經營民宿的話 能夠提供給更多人 這樣子的一個 他的 跟他分享這裡的一個環境 好 我從小再變長大之後 我再到外地那麼多年 我就是對水 我沒有辦法適應 因為我習慣了這裡的水 這裡的話是軟水 它軟水的話就是 它裡面含有礦物質 可是 它 少了很多那些 硬質的東西 譬如說 石灰質啊 之類的東西 那所以 你在洗軟水的時候 覺得特別滑 說我們知道 誰 螞蟻都會來偷喝 真的有時候 你在看那個二樓 那個街 好像有兩三隻小螞蟻 在那邊喝水 蛤 螞蟻也喜歡吃甜 其實我們這個區域的話 有很多好水 所以我們這邊 有一個清水公園 小朋友來這邊玩水 夏天的時候 所以待在不立 一個禮拜 就會 走不出去了 就會上禮拜 有點擔心 對 然後在外面的話 你就覺得 這個 譬如說我們以前在台中 我很少去看天空這件事情 後來這邊的話 你看天空 是一個很自然的事情 早上的話 在那個落地 通常你坐下來 看著外面 全部都是藍的 可是在 在都會區裡面 不管今天是晴天 是雨天 是陰天 它總是這樣懵懵的 可是當我 偶爾會出去 都會區裡面啊 或是那個 我連停紅綠燈 我都覺得 不是很自在啊 怎麼剛剛綠燈開到外面 又變紅燈 所以 生活腳步的改變 都 在這邊的時候 你會覺得 欸我 我本來就想這個 那你會跟客人講說 鼓勵他們看這些東西嗎 因為畢竟有 大部分的客人 還是從 都市來 我不特別去鼓勵他們 看這種東西 可是他們來這邊 其實環境會給他們 他們很自然 早上起來的話 他們就是在外面 他們覺得很自在啊 大環境會給他 我覺得 他出來的話 他會聞到 欸你這邊怎麼有一個香味 那是什麼 七里香啊 檳榔花啊 都會有香味 早上清晨起來 客人在走的時候 就跟我們講香味 其實我們就 我沒有特別的感覺 可是客人就聞得到啊